我真不知道我爸怎么想的 非要让我跟一个两人 没有见过面的人结婚 叫什么 文松 等一下 管的高带的圆的方的 狠狠教训他一顿 小姐 就是他 我认得到他的车牌 动手动手 这么帅啊 哎等等 我突然改变主意了 我实在觉得咱们动手 实在不太文明 等我进他们公司实习 找个机会 好好给他点颜色看看 牟总 这是超凡集团的经理 文松 今天谢谢你的车来接我 应该的应该的 牟总 楼上请 文总 麻烦您改天再跑一趟吧 不好意思啊 哎 你负责这个项目啊 嗯 主管让我负责一部分资料 我正好是这个项目的客户 今晚一起吃饭 我跟你讲讲这个项目 不好意思啊 我有位官夫了 不跟别的男人吃饭 我也有个没见过面的未婚妻啊 这也不妨碍 我们的事啊 请你放尊重一点 好好好 尊重是吧 连饭都不吃 项目肯定很快就能做完吧 明天我就要看到项目方案 明天 你要是完成不了 来找我呀 我帮你 不用了 明天 发我给你 尊重是吧 我们明天就要看到 这个资料 要不是怕连累到我位官夫 我才不 好烦 写方案都没法放松 那两个一打吧 口感清爽 整个人都放松起来了 好好写方案吧 你怎么还在搅拔 是因为超饭集团项目的那个客户 让我把方案明天就给他 这块资料确实很急 也有点难度 我帮你一起弄吧 吃个这个吧 好吃吗 嗯 还真写完了 我不满意 你故意的 是又怎么样 只要你点个头 答应跟我在一起 答应你要什么又什么 我下东东要什么没有 要你给 下东东 下市的下东东 你就是我未婚妻啊 你早说呀 还用惹出这些事 你是 我就是你未婚夫 文松 你是我未婚夫 那 你看既然咱们都有婚约在身上了 那晚上 别碰我 你在我的公司欺负我的员工不合适吗 路总 他是我未婚妻 不是 那是我爸喝多了瞎说的 我喜欢的人是他 我要取消婚约 我不同意 我会亲自跟夏日书解释 至于你 以后牧师席下任何地方 你别想再拿到合作 路总 不就是个女人吗 您不能感情用事啊 你不想被扔出去的话 现在离开我的公司 我 你刚刚说喜欢我 是真的 你想是真的吗 嗯 那就是真的 就让我们感情用事啊 爸 就当我会感情用事啊 就能感情用事啊 这样子